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带给大家的第一个作品呢 是来自立布林西亚的艺术家名字叫Herry大罗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飞翔的天使2》 那天使呢 他作为一种希望的象征名品都是赫利与诺他非常喜爱的一种创作元素 他呢 就非常想打破人们对于天使是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他把画面中的每一只天使的容貌都变成了艺术家他本人的形象 那在每一只天使的胸口中呢 都有一扇窗户 那窗户里面呢 都有一只传统的印尼的皮影西木偶 那他呢 就是代表着艺术家对飞翔自由啊 还有祈求和平的一种向往 那从 呃 艺术生涯开始的初期 赫利多诺呢 就非常喜欢把一种多人的现代文化 以及和印度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那无论是在呃 形象的创造 还有叙事的选择上 他都会选择用一种非常诽谐幽默的手法 把哲学 宗教 社会议题等等一系列都都合起来 那赫利多诺呢 他至今也至少参加过三十一次的国际的艺术博来 比如说像 呃 第五十届 第五十一届的威尼斯少年展 还有第一届和第六届的光珠少年展 那他本人的作品呢 也被广泛的收藏于各大的艺术机构 呃 比如说像 德国的国庚汉美术馆啊 还有日本的福岡美术馆 还有澳洲的国民美术馆等等 那这次作品呢 是来 同样来自于刚刚介绍过的印尼艺术家 赫利多诺的作品 名字叫山龙 那画面就描述的是在印尼西亚可以经常见到的火山 以及常常出现在印尼神话当中的龙 那印尼的天灾非常的频繁 像地震啊 火山爆发 以及海啸 印尼人相信的在每一座火山当中都会有被封印住的龙 人类对自然的挑衅会使得这些龙解脱封印 那赫利多诺非常擅长用啊 幽默啊 习笑文化的方式 来表达着他对国家军事干预 政治腐败 还有啊 自然环境的破坏 等社会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 那这种举重若轻的表现手画 也会为他的作品带来了一种啊 重刺感 也更加的耐人寻味 那接下来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 来自中国新疆的一位八年后国际新的艺术家 名字叫赵赵 以及他的《星空写点》三件作品 那我身边的这两幅作品呢 都是属于真丝刺绣作品 而这一幅呢 是雾面油画作品 那《星空》系列呢 一直都是赵赵正在持续创作的一个系列作品 他们有绘画 玻璃装置 以及丝绸丝绣等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幅作品的画面 都好像被子弹瞬间击破 画面上都是各种各样的裂缝 那裂缝 碎片 以及饰土都是赵赵的作品当中 非常频繁出现的主题 他认为呢 这些元素是具有不可重复性 都是现实留下的痕迹 它也代表着一个无限循环的破坏和畅透的过程 子弹穿透的那一瞬间被非常耗时的绘画 以及刺绣手法所放大和延长 尤其是刺绣 这让赵赵回归的工作室 以非常传统的手工来进行艺术实践 我左边的油画星空 画面中的蓝色是油画星空当中几乎唯一出现的颜色了 那准确来说呢 这种蓝是叫土蓝色 那赵赵觉得呢 这个颜色的宽容度非常的大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用墨的一种方法 颜色叠加之后呢 会变成一种黑 那这在赵赵的其他的油画星空作品当中也可以见到 那像这一幅作品呢 就是颜色不断的稀释之后 呈现了一种白色 那赵赵呢 在青年来也举办了非常多的重要个展 包括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北京的松美术馆的个展绿色 还有去年三月份在香港巴塞尔的预区空间 有一个大型的个人项目叫做冥油 以及他在18年的时候 在意大利罗马21世纪国家艺术博物馆 举办了个展 街巷世界诞生之所 那他本人呢 也在去年获得了 AAC艺术中国的年度艺术家大奖 来自一位曾经获得诺基亚艺术大奖最高奖项的 来自菲律宾的艺术家 名字叫罗德尔卡帕亚的两个作品 那在我的左边呢 这幅后面的新作品名字叫《我的路》 那这幅作品呢 有着非常典型的 卡帕亚的艺术创作风格 他非常的喜欢在画布上涂抹大面积的隐隙颜料 并且结合玻璃绘画 透视画 以及素描 来拼贴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光怪陆离的人物形象 而在作品《大凯逼》中 《大凯逼》的意思是《大写逼》 那这个作品呢 描述的是由美国传入菲律宾的一个非常广受人们欢迎的游戏 叫做《冰果游戏》 那画面展现的呢 就是人们在家庭聚会啊 节日庆祝 甚至是葬礼当中 会玩冰果游戏的场景 那深红色的这个画面 以及中间呢 为回头看着你好像要等待着什么的人物呢 他表现了一种心理状态 那罗德尔塔帕亚呢 就非常擅长的把这种寻常的菲律宾的人民的日常生活 展化成这种非常奇异的画面 他对菲律宾民间的生活 以及对殖民历史的研究 使得他重新的审视了这个世界 那罗德尔塔帕亚的作品呢 也非常的受国际各大艺术馆的喜爱 像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博物馆 澳大利亚的国家美术馆 东京的森美术馆 以及新加坡的美术馆都有收成他的作品 那这件作品呢 同样是来自菲律宾历史家罗德尔塔帕亚的作品 名字叫做《风鱼》 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丰收的鱼名 那风鱼呢 它是基于菲律宾南部的一个部落 然后是一个叫皮纳马洛伊湖的一个美丽湖泊的传说而创作而成的 那可是呢 现在这个湖泊它的自然水体的情况就是非常的不理想 因为湖泊当中的自然生物呢 被人类的排泄物所污染而中毒 那这个故事的传说呢 是这样的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年轻的猎人 他带着他的狗去打猎 他捕获了一只白猪 但是呢 在打猎的过程当中 他也伤到了自己 那猎人呢 就让他的狗带着野猪的耳朵 做的这个项链 回到他的爱人身边 那这样呢 猎人的爱人就会明白这个猎人需要帮助 可是当那位女孩看到猎人的狗时 他不能理解这只猪耳朵它背后的信息 这时候啊 这只狗就开口说 我的主人啊 你的情人腿上有一道伤口 它就快要死了 它被野猪咬了 我现在呢 把野猪的耳朵当成花环带在身上 就像猎人他没有说出来的信息 我也不敢说 因为我害怕 这只狗呢 话还没有说完 先是一道闪光 然后一声巨响 地震震动了这个地球的根基 整个村庄被大水淹没 取而代之的就是如今的皮纳马罗伊湖的洪水 那正如刚刚介绍的罗德尔的另外两件作品一样 它非常擅长的把民间叙事和当代的现实相结合 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那在风鱼的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方的代表人类排泄物的排污管 被大泄八块的鱼 以及传说中带着猪耳朵的狗 和面对着拿着雪林匕首的猎人 这无一不是在警示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那接下来呢 这幅介绍的这幅作品的创作者 是来自中国西安的青年艺术家齐齐 那齐齐呢 作为七十年代青春的艺术家 他非常具有中国同时代艺术家的一些典型特征 以自我表达和自我经验的出发点 以超级写实的一种方式 去进行一种融合现实想象以及虚构的一个画面 那这幅名叫竹的有画作品 可是呢 你稍微仔细看的话就会漏掉 在这一男一女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那可是呢 通过这个画面 我们却分辨不出中间这个人的性别 可是三个人的四肢又好似交织在一起 什么都貌似很真实 甚至是非真 可是呢 它却是虚构的 而且呢 给人产生了一种 不可领域的一种迷局和困惑之感 也构成了这个作品荒诞不惊的一种意味 那秦齐呢 非常擅长用这种带状的色彩的厚图方法 来对这种颜料进行放大 以及对笔触放大 使得这个笔触的物质感觉增强 但是呢 这种触觉呢 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颜料堆积 就每一个细节而言呢 都是非常的真实的 可是呢 远看就整个画面而言 又是不真实的 两者关系 若即若离也有拉扯 也使得这个画面呢 富有了一种细剧性的冲突 那秦齐呢 于2002年毕业于武训艺术学院之后呢 一直留校职教至今 那唐人香港空间以及北京空间呢 也分别在2017年以及2019年为他组行了大型的个展 那他的作品呢 也同样经常参加国际性的艺术展览 那接下来呢 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中国艺术家陈丹青的两幅有画作品了 那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半年恩利巴士的老人》 陈丹青他本人具有很强的造型能力 那他的画风也很细腻 心思也非常敏锐 使得他的一种 他的画面呢 会呈现出一种非常稳定和深沉的力量 那陈丹青呢 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一直都在画人物写生 那他受到艺术家刘晓东的影响 陈丹青呢 他也周游列国 画了很多写生 他在意大利和英国都画了许许多多的老外 那数量呢 超过30多幅 这种半极性写生呢 对他来讲 更像是一种自我训练 那这幅画呢 就是陈丹青在伦敦的时候画的 那画面上这个浑身细装的约翰先生 他是伦敦一家书店的雇员 身材非常的壮硕 那他呢 同样有另外一份职业 就是去学校里面 为孩子们扮演亨利八世 那他呢 听说陈丹青要画他 老人呢 就穿上了亨利八世的全套的形头 旁边呢 站着亨利八世的六任老婆 他们呢 都是一排盛装的钦线木偶 但是呢 在这个画座之外 这位体重接近200斤的老人呢 他现实生活里面 他并没有六位老婆 那他唯一的夫人在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 可是后来呢 他慢慢的发现了自己的真实的性取向 并在后来他拥有了一位丈夫 可是从此之后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位老人的孩子就慢慢的疏离了他 那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 《陈华德与梵包执尔》 它是三连画的连画作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幅画面当中的上方 是一排中文的背帖 而下方是日本的服饰会 以及西方的名画 在物质匮乏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学画少年呢 他们只能用各类的涂入的印刷品 来进行描摩的学画 那如今四五十年过去了 画笔 画布 甚至是颜料都已经不再是西区品 那陈丹卿他回顾这么大半生的创作经历 他觉得年轻时候的那种稚嫩 甚至是天真 是他民族珍贵的一种创作经历 也是不可替代的 他常常说 他当年临摹的时候 他对着这些经典想 哎呀 原来你们都是这么画出来的 可是如今 他再回过头来 去美术馆看这些经典的时候 这些经典仿佛在对他说 走吧 去画你自己的画吧 那我们多数人呢 对陈丹卿的了解 都起源于他当年明镇四方的油画系列 叫做西藏土图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陈丹卿也早已成为了油画界想当当的大人物 那时至今日呢 也有很多人存在着一种陈丹卿的情节 他对很多的社会事件还有社会现象 都有着非常冷静和犀利的批判和思考 那他呢 也同时被推崇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那去年五月份 我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香港空间 也为他举办了大型的特展 叫做装扮与写生 这也是陈丹卿首次在大型的画部上进行现场写生 那在去年的年底呢 我们唐人的北京空间 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 也同步推出了陈丹卿 迄今为止最大的画展 叫做《退步1968-2019》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挂在墙上的两件作品 同样是来自于印尼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奇色 乍一看 色彩分成 有着多佛艺术的特质 非常吸引人们的目光 他呢使用了非常传统的印尼的浮雕记忆 那这种记忆呢 可以在印尼大街小巷的市场上 那些手工艺术品当中都可以看到 但是呢你走进仔细一看的话 这个作品呢 他充满着性 暴力 死亡 生命 等等沉重的命题 传统民俗呢 与流行和超现实主义的结合 一直是恩唐维华尔索艺术作品当中 非常重要的标志 最好比这幅名叫古诗部没有口袋的作品 他用非常生动的视觉语言 来展现了当代人们 对于爱恨情仇 狂热的宗教主义 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感知和理解 而在作品《歧视下的秘密》中 展现了恩唐对于他的祖国的社会政治条件 一次深刻的个人解释和思考 那这个足标呢 他封体使用的都是铝颜料 以及聚氨纸涂层和树脂交组而成的 那画面中间的这个质朴而原始的 就是一个爪哇的神话人物 这个作品的构图非常的谨慎 甚至是手法多样 那也使得这个作品呢 在精神层面上非常的不惧一格 充满着滑稽的十四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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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